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前一讲了 接着讲啊 这个对于危疫产生的原因呢 这个皇帝内经有记载 说人气不足 天气如虚 人神失守 神光不聚 邪鬼干人 这里的邪鬼被现代文物的医学看成是这个病毒 也就是说形容病毒就严重了嘛 是一个比喻 把邪鬼解释成肉眼可看见的病毒等微生物 中医点击中的神鬼也都被认为是迷信了 现代科学认为气候异常导致危疫流行 而站在古代中医的角度上看呢 危疫和这个普通疾病有很大的不同 气候时长 寒暑措施只是危疫产生的外因 明镇宋有幸在这个危疫论中他指出啊 说夫危疫之为病 非风非寒 非鼠非湿 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意气所感 这便是这便是力气 如果将这个力气解释成现代医学的病毒 显然过于简单了 古代西方认为啊 这个危疫来源于另外空间 由邪灵或神灵的愤怒引起的 黑死病当时就被认为是邪灵进入了人体 现在也有科学家承认 有些病毒呢 很可能存在于人类探测不到的更深的空间 是更微观的物质 如果导致危疫的邪灵不在现实空间 那么科学研究的所谓对症之药 怎么能这个探出到他呢 邪灵只能由超物质空间的神灵来降服 这样就不难理解 在三千年前的波斯古经理 医学被描述为是对抗邪灵的战争 古巴比伦的内科医生几乎全是 祭拜神灵的祭祀 而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来 都是医和道不分家 就是修道的道 很多神医就是修道的人 很多道士也是擅长震温除异的 顺便讲讲为什么神医难医天下病 就是你这哪怕你是神医不能所有的病都治 这个实际记载呀 说神医有回天之术 道士呢可以施法持重化解瘟疫 但即使是神医神僧也只能治愈一部分病患 所谓神医难医天下病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道之人心医更懂得顺天道 他绝不会违逆天意 世间的一切安排都有定数 人间圣贤智勇都不能改变 中国有瘟神的说法 天庭中雷神负责惩戒个人 瘟神则负责毁灭一个地区 甚至整个国家 或者更大面积 就像现在的全世界 冯神演义中的吕越是主管 瘟疫的大帝 他统下六位瘟部正神 各自手下有瘟鬼无数 瘟鬼将瘟疫撒在河地 那一地就会出现瘟疫 他们也是按照神的有序安排 具体实施而已 希望大家真的你好好听听 这些都是人所不知道的 这个你看这个瘟鬼下来干活 这个毒啊 他都是小鬼的 上面有瘟神来指挥他的 人家叫你上哪儿去瘟 你就上哪儿去瘟 他往下洒 完了他去执行 所以这些人类都不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 这个真相 也是天机啊 佛经中讲啊 这个疾疫节 就是疫情的意啊 认为疾疫乃超越人的非人 放到空间的 不是人最层空间的物质因素 如果人得行放异 行杀生偷盗 这个邪淫呢 等不合法度之事呢 不能守时善业 时善业啊 六七八九十的时 这是不行善事吧 就会招来起义 就是这个瘟疫嘛 所以佛教认为 一个人得病与否 不取决于他是否被传染 而取决于他自身的业力 业力大的 一级呢 这个已经在暗处瞄准他了 必难逃脱 而没有此种病业之人 即使不防控 也不会染疫 在疾疫中疾病的疾压 伯府之人就会因病丧命 这也就是民间讲的神医 医病难医命的道理吧 道教认为呢 瘟疫是人亏天理 造成的善恶报应 道教臣团老祖 在新像篇中讲啊 说瘟疫不由运输 骂天骤地 很多骂老天爷呢 我告诉你小心了 早找不上你玩也找上 骂法轮功那就更是了 老天爷是谁呀 法轮功是什么呀 他的师父是谁呀 就是不悟 能否平安度过瘟疫 人对天地神灵的态度有关 这是最关键的 那么现在我插播 就是说 这个他讲的都是一般的道理 现在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了 主佛来了 你不管你多大的业力 只要你 只看你对法轮所法的态度 这是一个不恰当的 就是这个政策放宽了 不是政策啊 这个条件放宽了 那是慈悲呀 给你这样的机会 可是连这个你都不真心 你都不信 那不就玩完了吗 那非得要那样 谁有办法呢 那肯定百毒都亲啊 人亵渎天地神灵 骂天昼地是导致威夷流行的根本原因 天地在传统的东西文化中都与神灵有关 如今这个无神论者剥削了这层最根本的含义 天地被唯物化了 只局限于科学所能探测到的自然界了 殊不知啊 你这个科学绝对是有局限性的 你能完全认识宇宙吗 宇宙是多大的谜 人体生命都是谜 人永远不可能探测到底 你知其表面一二而已了 在西方 威疫直接被说成是神对人的惩罚 古希腊掌管医药的神底是阿波罗 他能救治病危 却也可以让传染病等威疫流行 惩戒亵渎神灵的人 现在很多人你骂法文公就是骂最大的神灵了 那你看中共这个灭佛 把那佛像 有的人直接就骂老天爷了 哎呦那太多了 因为你无神论嘛 中共真是害人 害死你 害死还不自知啊 圣经六十多处提到威疫 明确指出 没有偶然发生的威疫 当然了 怎么可能偶然来威疫了呢 威疫一定是有原因的 威疫是上帝的惩罚 惩罚那些背弃神 忤逆天意的人 当埃及法老的心 这个 刚硬时 耶和华就降下 威疫 警示法老 当百姓淫乱 跪拜外邦人偶像时 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于是 瘟疫一下就蔓延在以色列人中 古埃及的三次瘟疫指向的是没有摩西兽记的国家 古罗马 四次大瘟疫指向的是迫害基督徒的人 这定向的瘟疫只感染特定的人群 及特定的地区或致死或致病或重创 处期衰败灭亡 惩罚完毕 神迹收手 撤离了 在人间的表现呢 就是瘟疫突然消失了 瘟疫是人不至天至的结果 它的发声证明掌管世界的神 以公义平衡着一切 哎呦这个讲的就是太好了 你好好听一听啊 救赎与瘟疫一起到来 瘟疫本身并不可怕 每一年都有大大小小的瘟疫 它是天地间秩序的一种调解机制 这种调解机制是有规律的 万物按天经地义的法则运行 不遂应的人 偏离法则 自然就会被甩离天地的运行轨道 哎呦讲的太好了 这就是淘汰 唯逆天道天理 在人间的表现 就是道德败坏 丧尽人伦 这也就实在 这个 在 实在 毅力 毅力不染 笑调 笑调善良 贤良的道理 当大多数人啊 关心的呢 不是以我为中心 以家庭亲朋为半径的自我小世界的时候 他们认为他人与己无关 他人的痛苦与己无关 但瘟疫打乱了这一切 人们躲在家里 不敢暴露在外 对面街上就有人扑倒了 隔壁单元就有人演绎而亡 空气中的病毒无所不在 防不胜防 恐慌中 我们仰头向天 希求神灵 护佑 但我们已经离神太远了 无神论 计划论的毒害 使我们造业无数啊 占天斗地 亵渎神灵的供业 献我们于灭定之灾 不信神 否定神 侮辱神 瘟疫来袭 神怎么保护你啊 所以 如果人想自救 比物质上的防护 更重要的 是需要精神上的反思 不只是基于政治层面的追究 更应该有个人的反省 忏悔 我们为什么会远离神的教会 那些伤天害理 灭绝人性的事件 我们是否曾经 以工作为由主动 被动参与过 为了自己家庭 子女得到好处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薪水 正常的生活 我们是否曾经 违背良心 咒咒为虐 因恐惧懦弱 我们是否一直在 甘当国家谎言的同谋 而那些敢于发生的勇士 都曾经是我们嘲笑 讥讽的对象 我们对他们的遭遇 是否曾麻木不仁 恐慌中 福音一定会到来 因为神并没有抛弃我们 与瘟疫一起到来的 还有神的救赎 在灾难之中 神会将我们安定 将我们分别 将我们搭救 随有千人扑倒在你身边 这灾 却不得临近你 也同样的文笔 这里写的简直就是太好了 都是治理呀 真的你没有明白的道理 你不知道的道理 不要看表象 所以这个 这次危疫 其他的灾难也好 虽然是对着政府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 你说这SARS的 从中国开始 这个武汉病毒 又是中国开始 难道没有背后的原因吗 从来没有什么偶然 一切都是别人 万事仅有原因 他一定有原因的 那么除了共产党 这个我们不说他 对于我们个人 那我就讲了 共产党的灭亡也好 这个危疫也好 主要是针对共产党 迫害法轮功而来的 什么样的人定向的选择淘汰 那我们相信我们自己 在法轮功学院 二十多年的被迫害当中 我们个人是持什么态度 他们被打被抓 被酷刑被判刑 治伤 治疯 治疯 治死 治残 甚至于被活灾器官 我们知道吗 可是我们是什么态度呢 共产党相信的 共产党宣传的 您都相信了吗 相信谎言就是罪 古罗马不都相信了 政府相信的谎言吗 迫害三百年 骂了基督基督都三百年 最后呢 骂能白骂吗 迫害佛法能白迫害吗 何况这次迫害的是 主佛传的宇宙大法 宇宙佛法呀 我们讲的都是天机 都是真相 为什么要讲这些 大家明白了 这篇文章 今天分析的内容 告诉你的都是治理 治理明言 讲的就是太好了 所以我们救赎自己 我们要改变自己 不要说对某件事 我一个态度无所谓 对法轮功 我可以支持他 我可以反对他 我可以恨他 我可以骂他 我可以参与活灾器官 但是 你恨也好 你骂也好 你支持也好 你说法轮大法也好 你都有相应的善报和恶报 这个问题是最重要 因为宇宙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语言 能使你们相信 我希望大家最好看一看 我这个真相大讲堂 一纸十六讲 你如果明白了 这李洪之大师是谁 这法轮功是什么 你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那李讲的 我用十六讲的 十六讲还没讲完 十七讲还讲了半讲 其目的何在呢 大把弟子讲真相 讲了二十多年了 他们冒着生死啊 大陆的同胞啊 可是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他们自己吗 他们得名了得利了吗 他们被抓被打被固刑被派刑 至死至残至疯 被活在几百万呢 六十九讲 就这个我亲眼见到阎王爷那个 那个人就亲自见到阎王爷 阎王爷跟他说的 还有这个七十一讲 明天早上 最迟明天早上船上来 还有一些暗中枪杀的 大把弟子 这个阎王爷 我没说吗 你说的你做的 你想的他都记载 何况你杀那么多大把弟子 最大的事在这个宇宙当中 嘱咐来正法宇宙都要毁了 这件事怎么不重要啊 人家要不来的话 这个不管这个法带来 这个转大法轮 净化宇宙净化人心 那么九九年地球真的就爆炸了 宇宙逐渐的就都毁了吗 所以这个法才重要 大法图讲真相才重要 有的这个破坏攻击诽谤 都要算总账的 我在六十几九讲 这个二零一四年阎王爷 就是那整个宇宙定的 阎王爷是执法官 叫他二零一四年收人 他就二零一四年 结果后来改变了 为什么改变 救世主就在你的身边 就在人间 这活佛最大的佛就在这 为了更多的人能够留下 留到新人类 不被毁灭 因为那个毁灭是太可怕了 所以又延长了多少了 2014年到现在多少了 六年了 这个在五百年前 刘伯文的预言当中都讲了 一托二托三等 谁在托呀 主佛在托 神有资格神有能力 神有本事把这个人类结束的时间给托长了 只有他 托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法第一次讲真相啊 传递神的信息啊 也传递阎王爷的信息啊 让你知道真相啊 你赶快把这个卷子答对了吧 目的就是这 希望大家能理解吧 好好听听 我希望你们都平安 都能走入新人类 谢谢大家收听 稍后 嗯 你 对